Ryo聊四季 天氣有個心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來看寶加利亞人對上羅馬人 這場比賽是天氣的阿拉伯地圖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紅色是選擇了寶加利亞人 那寶加利亞人最大的特色是 冰工廠工程器製造所的食物科技是減半的 再來就是他有特殊建築銀壘 那銀壘的攻擊力跟城堡差不多 但是鞋浪跟建造費用都是城堡的一半左右 那寶加利亞人的銀壘可以大量生產關係 所以寶加利亞人很適合打他的寶兵 這個寶加利亞騎兵 那這個寶加利亞騎兵最特別的是 倒地之後會以步兵型態再繼續站起來繼續輸出 所以到了後期寶加利亞人的騎兵單位 是很強大的一個選擇 那寶加利亞人的後期組合 透視打一個騎兵、馬、工 還有步兵單位為主的 但工兵系不太行 因為他的工兵不能升級 所以這個封建時代時 工兵不能安太多 到了城堡時代的這個工兵可能只能罰戰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藍色 藍色的人是選擇羅馬人 羅馬人這邊最大特色是 採集修理建築的速度 都增加5% 所以羅馬人的經濟來說 到前期可能沒有這麼明顯 到了中後期之後 羅馬的採集效果 可能才會有明顯的增長 羅馬人最大特色是他的弩砲 只需要30黃金,非常省 而且羅馬人的弩砲也沒有最小射程距離的限制 而且在點一下銀罐之後 還有這個攻速加成 那羅馬人最大的特色 還有這個 軍團兵跟百夫掌可以使用 那軍團兵是取代建兵勇士的 然後變成一個獨立系的建兵 那百夫掌是他的寶兵 寶兵這個單位是用起來 感覺是跟貴族鐵型很像 就是有點是舊版的貴族鐵型 然後再次以舊版的貴族鐵型 再以強化的這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羅馬人來說 在現在的環境來說 並不是說非常的外掛存戰 但也不會太弱 那如果要我自己的心目中的分級的話 至少是A級文明以上的 非常強大的一個文明 好,那我們就先看一下地圖的部分 那地圖部分呢 看到上方有這個石頭 這個石頭在裡面還不錯 因為羅馬人其實蠻需要城堡的 來出百夫掌的 那石頭在裡面的話 可以讓他很安全 可以出百夫掌 這個路線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裡有兩塊墓區 其實還不錯 那這邊這塊墓區可以不算 因為有點遠 而且是偏正面的位置 很容易被騷擾 那金礦在這裡就有點尷尬了 就要看要不要放個 劍塔在這邊防守 那果子在這邊還行 那目前看起來 這邊稍微小微一下 這邊拉過來 然後用這個TC連防一下 然後這邊可以挖黃金 哎呀,反倒 好,這邊可以挖黃金 那這邊呢 稍微微過來就可以了 那使用城堡中心做防守 這個應該是小微的最佳選擇 好,接下來看一下這邊 好,這邊的話 保佳列亞人 下方是... 這邊可以蓋個房子 這邊可以拉過來拉過來 好,這邊也可以拉過來 稍微都稍微小微小微一下 好,這邊這裡也是 那左邊這邊的話 也都大概這樣子拉拉拉拉 拉一拉就差不多了 可能要微蠻大一點點的 會比較好 因為他這邊不管怎麼小微哦 其實跟我剛剛這樣子大微的 那個... 資材、劍材、時間是差不多的 那總體看起來 哈特的地圖 是比黑拉這邊還要差一點的 但你要... 微大防守黃金來說的話 是... 是保佳列亞人 這邊是比較好一點 呃... 瑪莉... 不是瑪莉... 羅馬蘭這邊哦 他這邊前期會比較好過 但是他中後期 這個情況會很難守 一定要插一個城堡 在這邊防守會比較好一點 那... 中後期呢 他要到左邊挖黃金的關係 而且也沒有木頭 所以待會羅馬蘭 黑拉可能還要在中間這邊插一棟城堡 作為守金的一個... 城堡防守位置 要城堡中心的話 可能要盡可能的... 往這邊開一個啊 或往右邊開哦 會比較好 因為往左邊開的話 木頭太少了 因為以世紀立國來說 這個遊戲哦 你還是城堡中心哦 要開在木區附近哦 如果你看那一區 完全沒有木頭的話 你的黃金挖完哦 很容易就造成這邊太多村民了 然後不能去挖木頭幹嘛 會有點麻煩 所以我... 應該是會往右邊發展 機率會比較高一點點 好 這邊看到保佳列亞人 已經出了兩棒棒出門了 那保佳列亞人的步兵呢 這個... 劍兵系哦 是會自動升級的 所以保佳列亞人贏到封建時代 就會自己升級為這個... 封甲步兵 那保佳列亞人... 羅馬人的話這邊就是很正常哦 沒有什麼特殊能力哦 大會也是要自己升上去 但是羅馬人呢 他有個特點哦 就是封建時代是可以點防禦力的哦 防禦力提升的話是兩倍加成 所以現在有個很特別的打法 就是封建打裝甲步兵 然後配戰毛的一個打法哦 這個是羅馬人... 現在META上很夯的一個作戰方式哦 然後城堡時代常見兵繼續砍 然後後面用奴炮啊 投石車 戰毛兵 之類的東西哦 戰毛兵可能不會按啊 然後就按這個奴炮啊 投車 然後前壓的一個做法 意外的還蠻強的 然後再搭配少量的僧侶哦 去阻止對方騎士來拆自己攻城器 然後常見兵就瘋狂推進哦 瘋狂凱建築物 超級難守的 你出弓兵擋也不太好擋 好 黑拉這邊羅馬人點下了裝甲步兵升級 這邊稍微拉打一下 用持有卡位卡死一隻村民 好 右邊的話已經變成了裝甲步兵的關係 第一時間輸出 但是只有雙裝甲 第一隻裝甲走到上面 再一刀 擊殺 完美 但是自己的裝甲步兵也殘血了 好 兩邊都是一換一的一個交換 這個進攻時間非常早 好 兩棒棒之後出去變成裝甲步兵 好 三棒棒 變成三隻裝甲步兵 四棒棒 好 這邊防禦點下 這邊要怎麼打呢 這裏卡要先退了 因為弓兵有點多 而且防禦還沒有好 好 這邊防禦一好之後 遠防會加二 就變遠防三 那弓兵呢 如果沒有點下一擊射 這個爵士好見的話 怎麼射 這個裝甲步兵都是一滴血 突然弓兵變戰矛的概念 只是這個戰矛射的有點快 來 哇 羅馬人這個裝甲步兵 超級屌 那目前這一招只有在頂尖選手有看到 就是黑拉他們 那在2400-2200左右的分數裡 比較少看到這個打法 所以這已經算是有點 他們的專屬打法的感覺 當然大家也可以去嘗試打 你們就會發現喔 其實這個打法不太好 不太好打出來 哇 這弓兵有點多 就算打了也不一定是一個 絕地性的一個 壓制喔 算是騷擾來說還不錯 OK 這弓解掉了 你看 這個時間點要點爵士好見是很困難的 因為很缺肉 這個時間點超缺肉的 好 那 寶座獵雅人這邊可以考慮先點一個一擊目 因為待會可能會很缺目 那肉量 可是像弓兵這麼多的情況下 我覺得還是先補下一擊射會比較好 弓兵數量多的時候先補一擊射 會比較穩定一些些 好 那黑拉這邊果然是有點一個一擊目 偷點了一下一擊目 還不錯 好 經濟有點 穩定起來了 那這邊是選擇一個單伐木場 好 補下一個射箭場 中央步兵撞到了木牆 好 這邊再圍一下 下方攻兵已經走出來了 好 這邊繼續修 好 那 這一隻毛兵可能會有危險 先拉走 現在要先累積一下毛兵的數量 好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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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選擇 一個是插箭塔 另外一個就是 第一防止逃走 兩個選擇 不然就是拉到最遠 不要被射到 然後等後面的工兵跟毛兵繼續補過來 或是裝甲步兵 繼續按 都是一個選擇 那裝甲步兵在這個時間點 防禦還是算蠻高的 雖然對方已經變成武功了 當然射一下還是只有兩滴血 只要裝甲步兵數量夠多 還是能扛些傷害的 有點算是半取代弱馬的感覺 雖然弱馬以整體的表現來說 是比較容易克制住弓箭手的 裝甲步兵的話走路速度比較慢 比較難 好 那 保甲列亞人 這時候已經偷偷的把家裡圍好了 這就是我們常說的 你兵出去前壓的時候 給對方最大壓力的時候 就要趕快再把家裡圍起來 那圍完之後 就可以直接偷偷農上城堡時代 好 這邊裝甲步兵被射掉了一隻 對方也是捨了一隻裝甲 這個你看 沒有防禦裝甲步兵直接被打殘 結果這邊不用低防止 哇這個墓區穩穩的挖了下來 完全沒傷到經濟 好 保甲列亞人這邊攻兵繼續出 我覺得出的數量是有點太多了 這邊可能要轉一點毛兵 但他這邊可能覺得說 欸 這個 對方裝甲步兵太多了 如果不趕快按多一點 攻兵的話 這個裝甲步兵 會直接把自己打爆 這也是有這個餘力在的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 我就會想要去按毛兵了 我就不會想要去按工兵了 我就不會想要去按工兵了 這個就是經驗的差距 因為我看到這麼多的毛兵 我就覺得 我就很討厭了 看到這個毛兵我就覺得 啊 工兵出這麼多 被壓制住 很難受啊 你去射裝甲步兵 好會被毛兵打 你去跟對方對射 毛兵又可以 counter你 這裡按按工兵 我確實很不喜歡 這個是很難打的一個局面 好加利亞人這時候很尷尬 怎麼打都不太對 好 裝甲步兵瞬間要砍掉一座房子 還好 家裡有幾隻毛兵防守 三隻毛兵把上方的工兵給壓了回去 血都滿的 應該還不會被射死 好 裝甲步兵拆掉一座房子 毛兵繼續往前 給壓力 而且這裡的毛兵是有點下異房的喔 要射贏對方的毛兵是有點困難的 好 裝甲步兵稍微拉扯一下 繼續輸出 好 當然這時候已經點下了純寶石彈 那 開拉這邊的想法 是希望對方可以補下一個 料望桃 拖到對方的經濟 那 我覺得 我在料人這邊很聰明喔 直接大圍喔 連石牆都直接補下 那有補下一個石牆的話 稍微有點拖到對方的經濟 但是這邊後面有補石頭 那就還好 那大概城鎮中心可以開這個位置喔 這還不錯 黃金跟木區 上方這裡也是喔 也可以開一個城鎮中心 這邊補一個劍塔 被逼到要補劍塔 這個打法非常狠 好 那看到補劍塔 黑拉就其實覺得有點賺喔 好 這邊再補一根劍塔 想要來給對手極大的壓力 拉斯純過來 這時候其實已經快要點到城堡時代了 火馬人這邊也是喔 好 這裡弓兵來到角落 更多的裝甲步兵補了過來 哇靠 這個裝甲步兵數量有點多喔 黃金是不是太少人挖了 對 勝不到城堡時代 笑死 神時代有點晚囉 黑拉 黑拉這邊 有一點 有一點危險 好 但寶貝莉亞這邊防守 打得還不錯 兩根劍塔守住的範圍 算是蠻廣的 這裡下再補一根 唉唷 差點被射掉了 這個瞭望塔 好 以上城堡時代點下了二級色 唉唷 轉馬弓 寶貝莉亞馬弓 是可以打的 反正這個情況下打馬弓 遇到戰毛怪不太好打 雖然羅馬人沒有三級色喔 戰毛兵會稍微弱一點 但人家是奴炮大國 奴炮打馬弓也是很好用的 好 中甲步兵 被白給 OK 繼續輸出 快要砍掉這棟均勻了 好 這時候木頭不太夠 先等一下 因為人出馬弓的話 前期是很難開城鎮中心的 通常要累積到 將近快到十隻的馬弓喔 才會去考慮補下城鎮中心 因為馬弓數量太少 有出跟沒出一樣 好 後方的弓兵繼續回來 但是寶嘉莉亞人依舊不能升級這裡的弓兵 家裡還是有毛兵 寶嘉莉亞應該傻眼 你怎麼家裡隨時都有毛兵在standby 這個騷擾不到喔 對他來說有點痛心啊 好 這邊直接走進來 硬靠瞭望塔嗎 哇 這個有畫面喔 有料喔 好 毛兵直接硬打 馬弓 馬弓這邊能打得贏嗎 OK 馬弓直接硬射 那馬弓的優點喔 就是在城堡時代初期喔 是比奴兵多一點傷害的關係 所以打像這個裝甲步兵遠防高的單位喔 會更有感一點點 但是缺點就是 比一般的奴兵喔 射速再慢了一些些喔 我記得數值是 比一般的奴兵慢一點點的 這就是為什麼喔 常常奴兵 很容易打得以馬弓 明明馬弓血量很多 但射速上來說 是慢了一些些的 他應該算是 拉弓動畫的問題 應該不是射速的問題 看起來是 剛剛在拉弓那個攻擊的 那個模組喔 不像奴兵一樣喔 直接點下去就 劍就出去了 那個馬弓是有個拉弓的動作 拉弓動作完整 出去之後 才會把劍射出去了 所以應該是這個現象喔 造成馬弓 跟奴兵對射的時候 會比較慢一點 我也不確定 感覺上我玩起來是這樣子 好 那來看一下 這邊補下一個城鎮中心 就是往左補 但一樣是補牧區喔 跟我講的一樣 不可能補這裡黃金去 雖然黃金這裡很重要 但是 大家不要覺得說 就城鎮中心一定就是要空經喔 其實不以為難喔 你在 在城堡時代初期 要發展經濟的時候 盡可能的喔 就 能蓋一起就蓋一起 不能蓋一起的話 就分開蓋 那城鎮中心盡量蓋在有牧區的地方 會比較好一些些 好 那這邊補下了一個 瞭望塔 右邊這邊很危險 那羅馬人已經準備好了 這個劍塔 隨時都可以把村民收進去 防守 直接射了11隻 哇 尷尬囉 這裡馬弓想要直接過來弄一波 直接躲到劍塔下方 哇 損失了兩隻馬弓 哇 又死了一村 哇 哇 這裡還不錯 抓到兩村 好 現在馬弓威力開始出來了 羅馬人這邊喔 只能先轉出戰毛怪吧 戰毛一直線 然後再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出弩炮 會比較好 反正他弩炮也便宜 對不對 OK 左邊戰毛抓到了馬弓的路徑 直接收掉兩隻 賊賺 好 戰毛兵也過來 直接攔截 卡彈 沒射出去 哇 這個打不到了 沒有燈到雪 欸 這裡是死路喔 有獅子王助攻 哇 損失慘重 虧爆 這一波寶宅列亞人 有點小虧喔 村民出具也被拉了出來 OK 左邊卡一個城鎮東西 看來要來海燒控金一下 OK 石頭再玩 通常喔 都會開在石頭旁邊 但如果石頭已經開爆的情況下 就不會開在石頭旁邊 然後就會開在這個黃金旁邊 這就是RTS比較彈性的做法 並不是每一局的玩法都是一樣的 好 好 那手推車補下 待會再補一個市集 然後 羅馬人這邊才考慮再補一個馬救出來 馬救的用力是 可以稍微拆除對方攻城器 原來看到 寶宅列亞看到這麼多的毛病喔 直觀上來說 應該是會想要出 投石車阿 之類的單位喔 或奴炮 這裡是按少量的 騎士喔 騎士不錯的選擇 哇 黑拉這邊點下了 手推車 很濃喔 後面這個毛病走過來 挖手村民直接收村 其實我一直在想 黑拉他們是不是玩斯基帝國的時候 一直把這個畫面喔 看在小地圖 每次有人移過來 他們都可以即時反應 感覺上有點像是這樣子 他們感覺都是在 以小地圖在作戰 其實畫面沒什麼在看 除非你在玩什麼 投石車火炮 需要提地板的時候 才會看畫面的感覺 基本上這個單位就是 AI過去 AI過去 這種感覺 瘋狂A 好 投石車按下 這邊看到投石車喔 按爐炮會有危險 這邊羅馬人可以考慮按下 救贖思想 那我記得羅馬人應該是有 對這個文明還沒到那麼熟悉喔 畢竟是這個新文明 還有救贖思想 但這邊點救贖思想 其實好像沒那麼划算 因為對方是馬攻路線 很容易就可以反制生旅 所以 這邊投車護仇 可能是更好的一個選擇 因為這樣可以省下475 這個黃金量 然後去點地龍時代 哇 這邊直接補兩個城鎮中心 補好補滿 但是後來補的就沒關係啦 這主要是因為後來補的村民就不會太多 就不會有那種村民超過15隻的問題 好 這邊上面投一發 還是殺到 這要拿一村來修理投石車嗎 投下馬攻 馬攻直接硬碟 點掉 高達低的傷害實在太好 哇 這個勝率走斜的 很細節啊 好 哇 這裡直接補兩個 哇 經濟非常好 好 這裡面細節打得不錯 這邊出來的村民先不要挖挖環境 先趕快撒農田 不然會報警 剛剛基因現在有點態度 弱反不夠 這個經濟調節喔 調整的蠻快的 好 這邊點下地龍時代 羅馬人黑啦 這邊經濟直接起飛 那就要來看看地龍時代要打什麼兵種了 好 補下一個馬舊 這裡可以開始點瓶種或是耕種技術 如果要打這個寶兵百夫掌的話 如果要打這個寶兵百夫掌的話 好 寶兵趕快即使過來 看到一根劍塔 只能撤退 黑拉這邊是打得一個非常地轉手為攻 沒有打得那麼激進 反而是全力防守 那寶佳利亞人在這個時間點喔 其實就比較難打一點 最主要是因為寶佳利亞人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如果他的強軍是打不到任何東西的話 就很容易會有打出這種經濟差距來 最近有看到一篇留言 就是說寶佳利亞人怎麼勝率都一直在輸的感覺 最主要是因為沒有經濟加成 對這個遊戲來說實在太傷了 畢竟這個不像柔喔 你只要一直秀操作 你的經濟就越來越好 你可能殺個英雄啊 就有錢之類的 但寶佳利亞人喔 這個原因就是 你即使打到他一些經濟喔 沒有打到最主要的核心村民的話 經濟差距並不會差太遠 反而似乎有些落後的 如果兩邊都是最頂尖的玩家的話 那以新手打新手的部分來說 寶佳利亞人喔 可能就不會有這種感覺 但以頂尖對決來說 有沒有經濟差距這件事情 就真的差很多了 好 村民處來到了117村 村民差距20村 而且村民差距之外 羅馬人現在還有這個採集 收集5%的這個效果 經濟是非常好的一個狀態 即使這邊承認東西被拆掉也沒有關係 好 後面只要村民沒有損傷 然後這邊再拉走 去旁邊開伐木啊 或是蓋城堡 這邊可以蓋一棟城堡反制 好石頭不太夠 沒有在挖了嗎 挖完了 看一下他另外一個石頭在哪裡 他現在繼續移動城堡蓋這個位置 蓋完了 好 在這裡耶 哇他石頭在這個地方 好 這邊就把所有的石頭拿去賣掉換黃金啊 好 開始這邊全點百夫長 好 保加利亞人這邊是點下彈道學跟 跑速啊 那哈特跟黑拉兩位喔 分數是分別2800分跟2900分喔 基本上是天梯第一第二的分數比賽 所以這場來說算是 但是以比賽綜合性來說 黑拉應該算是現在是第一名 呃 白扎 但白扎阿拉伯應該是第二 但是以綜合圖來說 白扎應該是第一名 我現在心目中的排名是這樣子 黑拉在阿拉伯真的太強了 他真的 對阿拉伯這個地圖 瞭若執掌 都很了解怎麼打 好 這邊果然補一棟城堡 但沒有補這個位置 有點意外 若是我就想要補這個位置喔 因為差這個位置的話 就可以偷偷反制對方的營雷 把這塊金給搶回來 這個位置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好 點下了金瑞白扎 白扎兔子 基本攻擊力就13攻喔 遠防有3喔 哇 飛翔坦 差不多吧 留下也是7防 白扎兔進防5 攻擊力13攻 點完金瑞之後 數值會再突飛猛進 白扎兔這個披風很帥 衝阿 衝對衝對 不行不行 那寶宅利亞人這邊可能要轉一些槍兵出來 但槍兵打不贏戰毛兵 所以現在要思考是 該怎麼處理這些白扎兔 好 金瑞白扎兔升級好 直接變成3加4 進防6 哇 進防跟遠防只差了1防 攻擊力15攻起跳 再點下3攻 攻擊力19攻 跟那個20攻留俠只差了1攻 這根城堡要低調 快加利亞人這邊點下了化學 頭子差要小心 這邊繼續打馬弓喔 沒有任何的單位 其實這邊可以考慮打這個協議步兵喔 畢竟進防很高 對方的白扎兔攻擊力這麼高的情況下 稍微能擋一下下 然後會點這個槍兵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喔 出馬攻路線也不是不行 但是就是成型時間太晚 數量一直被消耗掉的話 會讓自己的後續補兵喔 或者是成型的壓力喔 會越來越大 所以我覺得 寶大利亞人這邊其實蠻適合打這個 血液步兵喔 去跟百夫長做對抗的 但一定要配一些槍兵喔 問那為什麼要打血液步兵 還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戰毛兵 戰毛兵是很怕雙手見兵的 所以再配一些槍兵的話 我覺得是有機會可以反制住這個組合的 那馬攻的話 我覺得也是可以繼續處 但 就是一直維持在30隻所量數量就好 340隻就差不多了 你只要能集火打百夫長有傷害喔 就可以了 並不用全力 all in出這個 馬攻喔 我覺得這樣有點太傷經濟了 因為人家的戰毛兵喔 打你的馬攻是很賺的 而且百夫長 只要正面貼上來喔 只要打到一刀他也是賺的 好這邊成本能蓋起來嗎 黑拉這邊直接被砸了一波 哇 城堡92% 這邊倒城堡了吧 95969797 9899 差1% 這99%的城堡 尷尬了 蓋不起來 好這邊有聰明偷偷在抓 這個城堡不能被蓋起來 被蓋起來就尷尬了 好 結果寶佳利亞人這邊決定要轉出肉馬 那寶佳利亞人還有一個銀貫科技喔 這個馬凳 馬凳的話可以增加騎兵的攻擊速度33% 但只出肉馬的情況下 可能效果沒那麼好 至少要出了什麼重裝騎士吧 或寶佳利亞騎兵會比較好一點 肉馬 肉馬的話打戰毛兵確實好用喔 他可能想要 他現在對策的方式就是用馬攻大量 然後直接去擠火百夫掌 然後用肉馬去抓戰毛兵跟森女 這個策略好像可以喔 但總覺得好像哪裡怪怪的 好像會有點危險 因為肉馬 也會被百夫掌輕鬆秒掉 然後我們就來看一下這邊的操控囉 戰毛兵持續輸出 躲下頭車的傷害 這裡沒有先拉百夫掌去打頭子車 變成戰毛兵要一直去躲傷害 但戰毛兵在高地上高打低 打馬攻傷害實在太好 這邊勝利果然被清奇兵打了一波爆血 損失了非常多的勝率 勝率全部倒地 這一波勝率打得非常漂亮 黑老這邊被壓到了家裡 馬攻繼續拉扯 OK 清奇兵繼續輸出 戰毛兵損失非常多的數量 這裡馬攻躲回高地 直接高打第一把戰毛兵給逼了回去 但右邊還有城堡 這裡沒有攻城氣的情況下會有點危險 結果這裡城堡應該蓋得起來 哪時候蓋的啊 在偷打的時候偷蓋起來 你看哈德這裡沒注意到 集結點還是去往這邊射 哇 哇 哇 死好多馬攻 好 那黑亞這邊就可能可以 可以這裡為 基點喔 然後來做反攻 前線基地 看下左側喔 左側這裡都有贏了 所以目前保加獵人這邊防守 現階段來的時候是沒什麼問題的 左側這裡都有贏了 所以目前保加獵人這邊防守 現階段來的時候是沒什麼問題的 好 科技已經點完了 現在有蓄蓄傷害的效果 而且生產速度也變得非常快速 好 三級攻擊補下 那這個蓄氣效果呢 讓軍團兵 還有這個百夫掌 都有這個五點的蓄氣傷害 所以第一下打的時候會特別痛 但不要說第一下 他後續的傷害也很痛啊 十九攻啊 所以第一下就是十九加五 二四攻的傷害 好噁心 百夫掌 難怪很多高手 都會說這個羅馬有點像立陶宛的獵提斯的感覺 玩起來有點像獵提斯 而且還不用撿聖物的獵提斯 所以我覺得立陶宛 喜歡玩立陶宛的玩家 可以多練一下羅馬 這玩起來真的是有點相似 而且沒有撿聖物的壓力 好 歐加地亞這邊補下了三攻 結果 黑拉這邊慢慢反打了回去喔 那哈特這邊 城堡這個一定要守住喔 這根守不住的話 後面經濟就會直接崩了 雖然下方有跟城堡 但這個城堡 然後 守到的東西並不多 反攻數量回到32隻 衝車 待會補 然後 這裡要升大衝車 資源可能不太夠 好 哇靠 哇靠好多隻 披風抽得出來 好噁心的畫面 五千多滴血 五九五零 哇快六千滴血的傷害 這個血量 這個血量要打很久了 這個滿攻不好處理了 哇 滿攻數量現在也不夠多 現在做個拉扯 只會被壓制打 這面沒有肉盾 完全扛不住百夫掌 百夫掌直接壓了過來 好 開始轉步兵了嗎 對啦 這時候就是要轉步兵了 這麼多百夫掌 你扛不住的阿 馬攻真的扛不住阿 好 羅馬蘭這邊轉出了青旗兵 青旗兵可能是要拿來騷擾的 喔好 防守 哇 黑拉後面怎麼死一大片 怎麼跟我打專因的畫面有點像 沒想到黑拉中後期也是會出現這種失誤的 這邊村民死傷慘重 好 這邊少量村民 就是被騷擾 好 城堡掉了 好 補下槍兵二防 這裡要趕快補均勻喔 有補嗎 有 補了一個銀雷 這裡更多均勻跟銀雷 繼續補了下來 想防守更多農田 好 這邊來看一下 好 炮仔俩補下疾兵 OK 有幾兵的話 就有機會喔 但是正面坦克有點坦不太就佔毛兵喔 所以我覺得還是打一個混搭 策略會比較好 但現在沒有足夠多的黃金喔 還是先不要出雙手劍兵的 現在是用全力擊兵喔 加上馬功喔 可能就差不多 然後再配一些肉馬 好 這邊想要偷偷來 結果被抓包 裡面還藏青旗兵 青旗兵 青旗兵現在到處在坎克亞的村民 正面直接射個一波 但血量還是很多 六 六 六千多 好噁心啊 級兵 級兵快來 但是下方城堡快苟不住 更多城堡喔 可能要倒了 是冰中物產的出來 三巨頭拆城堡 好 沒問題 拿下 好 保加利亞已經沒有人給動城堡了 應該是沒有機會點下這個 血液步兵了 這個步兵出不來了 但是應該也不用了 這看起來就是 馬功一子線配級兵 加落馬的打法 好 左邊有大量的青旗兵 直接砍爆了保加利亞的挖木頭村民 怎麼辦 村民數量一直被削減 把工具被追逐 數量只剩下21隻 百夫長遠遠不卷的噴出來啊 好噁心啊 這就是騎兵加戰卯的暴力 好 那我覺得黑拉這邊很聰明喔 多餘的肉都全部出青旗兵 繼續砍 抓掉了後方大量的村民 我真的覺得羅馬人應該可以成為 馬國玩家的 心歡喔 這羅馬人好像有點強 馬爆並不輸給一般的什麼192遊俠之類的 哇 而且玩起來也沒有像立陶宛這麼難玩 很容易就可以爆出這種暴力的單位 好 哈特這邊果然打出了 拒絕 出了149的馬公 那羅馬人喔 本來有一度 差點被壓到家裡 結果被反殺了回去喔 我覺得關鍵點還是這根城堡吧 我覺得哈特這邊沒有 把這裡城堡圍死了 這個洞心圍起來 讓對方沒有辦法蓋起這棟城堡 如果他沒有蓋起這棟城堡的話 就有這個空間居留 可以做拉打 就變成說馬公一定要在家裡應戰 在家裡應戰的時候就很容易家裡的東西一直被插 尤其是被巨型投資機一直一拆 所以導致這個中間拉扯距離 不夠讓他有這個馬公可以繼續poke 因為馬公的精華就是要一直瘋狂poke對方的單位嘛 但如果你的poke的距離不夠長的時候 自家的經濟就少受到這個傷害 所以導致後期沒有辦法轉出更圖的單位 或者是一些兵種出來 這是這一場最大問題 關鍵點應該是這根城堡 這根城堡我覺得蠻關鍵的 那後來的這些馬舊 可能就不是那麼的重要 因為都是清洗兵而已 那由於後期 其實百夫帳體快要斷金 如果保加利亞人 這邊可以再撐個五分鐘或十分鐘 等百夫帳數量金到沒剩多少隻的話 就還有機會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經濟 你看這邊有四聖物 所以再撐一下四還有機會可以打 經濟方面來說的話是由Hera 這邊拿下了食物的勝利 但其他資源都是輸的 尤其是這個石頭 這個HART挖超多的 挖了五千多 但輸黃金也才輸一點點 人家是四聖物 黃金也才輸一點點也沒輸太多 那木頭來說的話兩邊是差不多的 經濟層面兩邊都是頂尖選手 所以該點多有點 並沒有差距太大 這算是蠻正常的 食物來說的話 羅馬人版就要多一點 所以這也不是算是 特別贏太多的問題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asiassa 你 對不起 會不會 那什麼 三個 還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